嗨,大家好,我是一整 最近我又回歸了 Apple的產品 iPad mini 6 我之前用Apple的產品 應該是iPad 3 在iPad 3之後 我就沒有再用Apple的產品了 因為當時我覺得 Apple的產品其實蠻貴的 還有就是它的系統的開放性不高 所以iPad 3之後 我就一直在用 安卓的手機跟平板 然後最近為什麼會買iPad mini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拍影片 有時候想要做一些縮圖 或者是修改一下 一些照片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Apple在修圖方面 或者是製作圖片方面 的App 始終還是比安卓 真胎上面的App來的好用 所以最後我還是 回歸了Apple的 產品就是這個 iPad mini 6 好照管理我們來一個 微開箱 畢竟我也是一樣 用了一段時間 好 開箱第一樣東西 當然就是這個 iPad mini 6 因為當時我下單的時候 只剩下這個粉色的 我就沒有考慮那麼多 平常是我用iPad 或者是其他平板的時候 我一定會帶保護的 所以即使是粉色的 我看起來也還OK 而且它這個粉不會是很女生的那種粉 它是一種玫瑰粉 所以看起來還可以 男生用起來也不會覺得很突兀 而且我會買 mini 6 的原因是因為 它真的很小 男生單手就能掌握一個小平板 因為我之前在用安卓平板的時候 我從 1吋 8吋 10吋 11吋 12吋 我都用過 真的平板這種東西 我個人覺得不是越大越好 如果你已經有了筆電 然後平板其實我覺得就是 8吋 多的 像iPad mini這種手感的是最好的 因為 你出門的時候 當你需要看一些文件 iPad mini的Size 是很輕便的 當你要看文件也能看得清楚 再加上它的螢幕就是Retina螢幕 就是很細緻 在 當你要繪圖的時候 或者是你要用Procreate 像我買了iPad之後 最常用的軟體其實就是Procreate 如果你們回看之前兩個影片的縮圖 我都是用Procreate來寫字的 因為我覺得用寫字來做縮圖其實蠻有個人特色的 因為字體是你自己的吧 所以你寫出來的那個縮圖的設計就是你自己的設計 前提當然是要你的字也不難看啦 我的字是還OK啦 我個人覺得 當然裡面還有就是電源線 我覺得最值得的就還是這個啦 插座 而且這個插座是快充的 在Apple產品線裡面算是快充的 當然你現在跟安卓 真太來比的話 這個速度算是很慢的 這個你拿來充iPhone的話 算是快充的 iPad當然也OK 因為iPhone現在你買 也不會有送你插座的 當時我開箱的時候 還蠻意外它還會送插座 不過因為現在我也有那種第三方的 iPhone插座 所以我就也沒再用 除非是有臨時要出門 要帶一個輕便的我才會帶這個 好現在我們來大致看一下外觀 它整個主體的設計就是那麼小 這是以男生的手掌來說的話 是一手能掌握的一個小平板 其實現在說到iPad的實用貼面 我是覺得它真的已經比較偏向現在的安卓平板 像我以前我用iPad 3的時候 它的排版就真的只是放大版的iPhone 現在最起碼它已經會多了像這種小工具啊 然後一些比較好看的排版 這個app的資料鋪 像以前都是你安裝什麼app 它的app都會直接放在你的頁面上面 所以你整個手機或者是平板 看起來就是很多的app 當你要整理的時候其實也很麻煩 像它就會大致幫你分類起來 不過因為我現在這個是iPadOS 15.6.1 所以我目前還沒有辦法升級到iPad 16 iPad mini 6的iPadOS 16 有些功能還是不止緣 是因為芯片A15的關係 不過以現在我最基礎的實用量大概也算足夠 針對app的它的相容性其實還是很不好 像是Facebook還可以 紙版它會是放大版的 然後橫版也是能左右顯示更多的資料 像是IG的話它就是這樣子放大而已 所以我覺得它在app的適配上面 還是很多流行的app 它沒有辦法做到像Facebook這樣子 有全頁的或者是縮小頁的那種 是有點可惜啦 還有說回外觀 雖然是說它是能一手掌握的 可是因為它的材質是霧面的 所以其實還蠻容易滑手的 而且它是這種直角型的 你抓起來其實手感並不是那麼的好 然後邊框的部分 有些人是覺得這個邊框還是有點粗 可是以我來說的話 我是覺得還可以 所以當你要單手掌握這個平板的時候 有一些邊框在 像我現在這樣子抓著 你就不會誤觸螢幕 不然的話你這樣子誤觸螢幕 你看它就沒有辦法正常使用 所以我個人不是很喜歡那種曲面屏 我反而喜歡這種平面的螢幕 因為一方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保護貼會比較好買 曲面屏的保護貼其實真的很難買 像iPad這種我是覺得就剛剛好 好先來說一下用了這個iPad mini 大概也是一兩個月時間 這個iPad mini是在2021年底的時間上市的 其實現在已經過了大半年了 可是因為當初它用的這個是A15的芯片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A15好像是iPhone 13的芯片 所以它的效能都是很OK的 基本上我開了很多App之後 它殺後台的機率其實不高 即使它的記憶體本來也不大 可是因為iPhone或者是iPad 它本身調教軟體已經很不錯 所以即使記憶體不大 也不太會影響使用者的實用體驗 唯一我覺得用起來還是比較綁手綁腳的 就是它的系統 就像如果今天我外接硬碟 要傳輸資料進去 它還是沒有辦法像安卓平板 或者是直接Windows這樣子 就是連接了你的外接硬碟 然後抓資料就可以直接放到平板裡面 它還是會比安卓平板或者是Windows平板 多一兩個步驟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有一點點的小麻煩 比方說像我可能今天在瀏覽器下載一個影片 它就不會很直覺的把影片存在你的裝置的硬碟裡面 它還是會比方說它先暫存在瀏覽器 你要再從瀏覽器再按儲存下載到你的裝置 它才會儲存 就變成你會多了一兩個步驟 但這個也是一路來Apple產品的通病 當然他們也說這個是一個保護機制 就看你要怎麼用 其實我今天會用回iPad 就像我剛才說的大部分就是為了Procreate 因為Procreate真的是 我用了安卓平板大概七八年時間 到現在還是沒有一個安卓的繪圖軟體 能像Procreate那麼順暢跟好用 所以我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Procreate 我又入手了iPad 然後我這一個版本的是256的 我只能說Apple一刀切的功力很強 它的64會讓你覺得肯定不夠用 就要被迫你往上提升 它又不出128 如果它有128的 基本上我覺得128就很夠用了 它就直接從64一刀切 然後切到256 然後就為了那256 你就要再多噴幾百塊錢馬幣 所以我覺得Apple還是很強 我可能啊 我預估今年初的iPad 應該可能會從128起跳了 所以到時候 再入手新系列的iPad的產品的人 可能就不用那麼糾結 因為128 你不是重度使用者 其實很夠用 然後64真的不行 如果是64你有玩遊戲的人 肯定就爆掉了 比方說原神啊 那種稍微畫面強大一點的遊戲啊 它的那個容量肯定就不夠用 甚至說有時候我會用iPad mini來剪輯一些影片 然後64肯定也不夠用 非有128的版本 不然的話大家就要直上256 當然我覺得 Apple的產品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的二手架還蠻OK的 比方說你今年真的是因為 它的容量的關係 你買了256 可能過兩年 它有更好的效能 你想要升級的時候 你在脫手二手架的話 它還相對的會比較保值一點 可是安卓平板就比較難 好 所以針對今天的簡單iPad mini 6分享 我是覺得 即使它已經過了半年時間 它的效能跟它的顏值 都是還蠻值得入手的一個 旗艦小平板 有些人說 其實iPad mini不是旗艦 以它這個大小 然後它的芯片 它算是旗艦了 你找不到其他的平板是用旗艦芯片的 然後螢幕也不錯 它也能支援Apple pens的二代 你即使買iPad 9 iPad 9也不能支援Apple pens的二代 因為Apple pens的二代的 那個使用起來的感覺 真的還蠻不錯的 即使跟我以前用的 華為平板比較的話 真的有落差 好 所以今天的簡單iPad mini 6分享 就到這邊 拜拜 至少